嘉宾对于接下来的市场如何研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 我们已经在上海和各位 今天市场我们看到依然是相对来讲 大的指数更强一些 双创偏弱一点 整个市场还是一种缩量震荡的格局 在这个位置上双创其实已经开始走弱了 接下来的市场如何看待 稍后来听一听三位嘉宾的分析 先来看一下今天市场整体的表现情况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上市指数 上市指数今天还是以阳线报收的 而且从底部起来 勉强已经算是有四连阳了 今天的涨幅在0.44% 但是你会发现这四根阳线的成交量 是越上涨量能越小 今天的成交量只有2352亿 上一个交易日2500亿 再上一个交易日2800亿 所以在这个位置上就如果光靠权重 光靠一些大市值的品种 其实是没有什么成交量配合的 双创今天已经非常明显的开始走弱了 创业板指数跌了0.4% 那么今天有一些光伏逆变气的品种出现了下跌 科创50更弱了0.82% 而且非常接近前低了 这个前低在641点 今天是651点的收盘点位 所以你看这个走势 五天线拿不下 大概率又要去考验前低 那我们来看一看权重类的指数 上证50指数 0.44%的涨幅 今天上证50也是非常明显的缩量 只有457亿的成交额 最后来看一下微盘股 就现在这个市场量呢 要么就是支撑最大的那些品种 要么呢就只能做一些很小的 或者说就是主题类的机会 要么大要么小 中间的那一大批个股 都是无人问津的状态 那接下来的市场怎么看 指数呢毕竟是有四连羊 是继续上工 把之前那一周的缺口补掉 还是说随时有可能继续展开调整 咱们来看看三位嘉宾的分析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三位嘉宾 分别是蔡玲玲 夏天还有唯有新 欢迎三位 接着咱们来看一下 今天市场整体的收盘数据的统计情况 首先来看一下指数层面 今天是一个涨跌互线的格局 北正50表现的最为弱势 1.17%的跌幅 再来看一下成交量 三市的成交额 今天是进一步的缩量 5530亿 市场的活跃度 我们来看一下涨停加速依然还是有59加 但是跌停加速开始增加了 今天有18支个股是跌停的 赚钱效应方面 今天是51% 2565支个股上涨 在糊弄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 互质震荡上行收出了四连扬 能不能继续上工 A.能 B.不能 欢迎大家到糊弄平台上去参与投票 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也可以直接通过抖音的 有看投APP直播间 来和我们试试分享您的观点 好 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 对于本周市场的一个研判 指数毕竟四连扬了 灵灵怎么看 接下来还能继续上工吗 好的 对于指数的话 我觉得从大的方向上来看的话 我觉得这边是有点走出底部的这样一个味道了 其实过去两周 过去几次我们来做节目的时候 也讨论过整个指数见底的一些特征 我觉得首先一个特征的话 就是一般指数见底的话都是双底 那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话 就是说在年初的时候 指数的话是跌到2600多点 我觉得这样是这是第一个低点 然后的话第二个特征的话 我觉得就是一般就下一个低点的话 一般都是缩量磨出来的一个底部 那么我觉得近期整个市场 我觉得是有点符合这样的特征了 尤其是我们看到近期市场的这样一个四连扬 是没有任何利好的 就基本上都是自己走出来 有点感觉是市场底的味道 所以我觉得目前这样的这样的一个走势的话 我觉得还是我觉得还是非常可以的 就是是比较符合这样一个底部的一个特征的 所以我觉得从整个大的方向上来看的话 我觉得指数可能是已经见到了一个中期的底部了 那么从节奏上来看的话 我觉得当前可能就是说上涨的节奏不会特别快 因为当前是比较特殊 因为马上就要临近国庆了 就只有差不多五个交易日 那么我们回顾过去五年 就过去五年国庆前一周的整体表现 其实上都是比较弱的 就无论是像19年20年 整个市场是处在一个上行阶段 还是说在像21年22年23年 整个市场是处在下行阶段 基本上在国庆前一周 整个市场是偏弱的 基本上是没什么行情的 所以我觉得从节奏上来说的话 我觉得短期可能 这边其实也是上功乏力 所以我觉得短期这边可能会保持一个 相对我觉得不会特别弱的一个震荡 可能说缩量震荡 但是不会再创新机的一个走势 然后等待节后的一些信号 比如说是不是有一些利好的一些催化 可能会就是说 催响反共的号角 所以短期这边 我觉得可以再等等看 多一点耐心 中期这边是保持乐观的 你刚刚说 这有可能是一个中期的底部了 对 就是如果是中期的底部 就是真的能够反弹起来 是不是还是得需要一个外力的助推 是不是得有一个实时性的利好 才能看到这个中期的底部确认了 我觉得是的 就是说首先底部就是最低点 我觉得一定不是利好打出来的 但是你就说脱离底部之后 慢慢慢慢的 然后有一些利好的去助攻 然后推升整个市场的一个上行空间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那么我觉得现在 首先这个底部并不是利好打出来的 而是市场磨出来的 然后在这个就是说磨底 或者说震荡上行的阶段 然后市场就是再给一个政策的利好 那么可能会催发整个市场的做多热情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节奏 而且从整体目前的一个情况上来看的话 市场我觉得对于未来整个政策的预期 也是比较乐观吧 就是说我们看到美联储降息之后 其实对于我们国家来说的话 其实也是打开了未来的一个政策的一个空间 所以我觉得未来市场 包括其实官媒也是提到了 我们还有降准的空间 包括下个月可能也会有降息的这样一个操作 所以我觉得未来一段时间是 大家对于利好政策也是可以有点期待的 好来看看夏天怎么判断 这个还能不能继续上工 我觉得刚刚这个林讲的 跟我的想法其实是比较一致的 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其实美联储降息之后 大家看到全球的流动性应该是开始驱松 那对于我们国内来讲 那必然在货币政策上 是有比较大的一个空间载 那至少比不降之前 我觉得至少多了那50个 50个基点的这样的一个空间载 那另外来讲 这两天的确市场在这个地方 指数层面是反复的在背离 反正我也数不清楚 这个地方背离了多少次 然后那个下降的趋势线 其实也已经碰了好几次 那基本上来讲就是在30天线左右 我们看的是这个深圳的城市 因为上阵指数的话 其实被权重的影响过于的多了 并不能反映市场的这个真正的一个面貌 我觉得深圳城市在这里 大概是8200点左右这样的一个位置 所以我觉得虽然说呢 我也觉得是接近底部了 而且说时间空间都很够 但是这个地方唯一诟病的 就是一直没有一个放量的阳线出来 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在场内的和在场外的 无非都是在等这个地方 什么时候能够出这根阳线 那整个从5月份以来的下降趋势就结束了 但是如果不出来 那我觉得大家就只能去等 增量资金我觉得可能也是需要看到 突破了这个位置之后 才愿意大规模的一个进场 所以我觉得应该来讲 是需要等到这样的一个利好 作为一个发令墙 那我觉得未来的话应该会很快吧 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消息出来 我觉得可能降息或者降准这些东西 应该是在路上 这个消息我觉得只要能够出来的话 应该对市场是有比较大的提振 你是觉得只要这个利好 就是降息或降准就可以什么 就足够了吗 这不是说它足够了 我觉得这是一块 另外来讲 比如说传量房贷的调整之类的 或者说有对于这个消费这块 这个一些实质性的一个政策的刺激出来 我觉得就是说偏经济这一块的一个 一个刺激出来之后 我觉得整个市场才会信心扭转过来 好就是也是需要一些政策的催化 是吗 但是也感觉说是抵不去的了 但是虽然是这么感觉 但是我觉得不见兔子不擦音吧 什么时候出了这个阳线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确认 否则其实上周也是这个图 在上周也一直都是这个图 我们就是说什么时候突破 什么时候才能够确认 所以我觉得不急这一天 什么时候即使说明天盘中打过去了 就我们就放弃这一百点 但是这一百点放弃 意味着后面其实有更多的 有好几百点的空间 其实我们是可以去把握的 所以就等这个阳线吧 你看网友说这个没有增量资金 是现在你肯定是没有 因为现在你就像刚才 这个不管是零零还是夏天说 就是在里面的人他也是等 那在外面的人他更等 是吧 大家都是一种按兵不动的态势 你需要一个发令枪 你需要一个信号 那那个信号是什么 至少现在没看到 他们也说了这个信号可能是什么 来看看韦友欣怎么判断 短期在没有这个信号之前 是不是还能够继续上工 没有这个信号的话 可能继续上工的难度是比较大的 因为什么 因为这些场外的资金都已经 就是之前狼来了好几次 每一次在两根阳线以后进来 结果都被套了 所以的话现在大家也是 就不见兔子不杀眼 只要没有这种大的政策信号出来 没有这种放量的阳线的话 应该是不会跟的 这也是导致今天 为什么两次成交大概5400亿 按道理的周一应该是一个成交 比较活跃的时间 但是今天相对来说 还是成交比较清淡的 所以可能大家都要观望吧 才礼拜一已经提前进入 这个节前的一种模式了 那我觉得的话 可能就是现在这个阶段 大概率还是一个市场的底部 刚才我们说了双周期都已经见底了 不管是美元的套息周期 还是我们的地产周期 特别是地产周期的话 就可能后面如果一些政策 能够出来存量房贷的降下降 还有就是我们利率的下降的话 可能会地产这块就 大概率就可能就见到一个底部了 而我们之前的话 上升指数是只要地产周期不见底 上升指数就没有见底的迹象 所以的话 倾向于这个位置 大概率就是一个底部 只不过的话 在这个位置 大家还需要磨 等到那个大的这个交易信号出来 这个时候的话 有点像2022年底的时候 大家对于一些公共卫生事件的政策的预期比较足 但是呢 就是跌下来的话 大家都敢去抄底 但是涨了也涨不高 直到那些政策出来以后 市场才有一个大的一个阳线出来 那现在的话 可能还是要等待这个大的这个政策的一个变化出来 那么我估计可能快的话要折后 慢的话可能要美国那边大选以后了 然后在这之前的话 市场都是处于这种持续的谋底阶段 好 就是大家都要等一个信号 然后网友也说了一个他认为的信号 他的信号是什么呢 一个是赚钱效应来了 增量资金就到了 这是一个信号 就整个市场 市场本身它有赚钱效应 另外一位网友说是什么 信号是国债ETF大跌 从国债流出 然后进到权益市场来 就是期货那边 对吧 十年国债 三十年期国债如果跌了 那是不是进到A股了 这也是一个信号 但是从现在来讲 你们现在所期待的信号 没有一个出现的 是不是 就现在至少看下来是没有一个出现 赚钱效应有吗 没有普遍的赚钱效应 只有局部的赚钱效应 国债跌了吗 也没有 降息了吗 也没有有效 对吧 降息 降转了吗 现在也没有 咱现在说的是在没有的一个情况之下 为什么普遍大家都倾向于这 见底了 差不多了 就这个结论你们是怎么得出来的 你觉得市场是什么 真的跌不动了 我觉得 今天就是尤其是像 你看双创今天走得这么弱 我双创我一直不在 一直不在我的 就是事业范围 真的 我觉得更多的还是看上证指数 因为大家更普遍的是愿意去看上证指数 就是说最近尤其像最近的上证四连阳 其实是在茅台连续弱势的背景下 就能够能够取得这样的一个走势 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 当然就是说消费可能会面临一定压力 但是我觉得在茅台就是连续下跌 我觉得现在是至少阶段性看到一些奇稳的迹象 虽然说今天又是一个高开低嘴 但是我觉得至少没有说走得特别难看 我觉得如果说 就是说先消费这边 因为之前特别悲观 如果说这边能够有一个修复的话 预期有所修复的话 我觉得它是有可能对指数先生一定正向共性的 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看到 像之前特别强势的 比如说像银行 包括像一些高股气的品种 其实之前跌的是很多的 就整体的一个跌幅是比较大的 现在其实也是呈现出一个 就是说止跌气温 甚至可能慢慢向上修复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我觉得这种权重的这种 也就经过一段时间 抄接之后的一个修复 我觉得也会对整个指数 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支撑 最后的话就是 我觉得现在就是说谨慎的人 其实属上仓位其实并不是很多 就整体空头 其实并不是像之前那么 那么就是说 就是说抛压这么重 因为很明显市场已经缩量了 大家都很悲观 但缩量就说明 大家其实所中并没有什么抽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位置的话 可能更多的是观望 而不是说去砸盘 所以这也是我之前提到的就是 第二个底部一定是缩量磨出来的 而不是说这种 就是说波动很大 大家情绪很剧烈 现在大家就是没什么念想 我觉得更多的就是 未来只有增量 而没有就是场内的这种 就是说砸盘的这种利空力量 所以我觉得这边 很有可能是一个中期的底部 就是场内的人 其实已经 就是人家说有筹码的人 才是真正的空头 但实际上现在有筹码 他也不会是空头了 是吧 反而呢 只要场外有增量进来 那就是多头加多头的 是吧 是这个意思 好 问题是没有人进来 现在 那我们来听在夏天时候 刚才也说到底部 但我刚才也说到双创 你看双创这个走势 是吧 创业板前面一直扛着 这大概率感觉 好像也要去考验前提了 这科创50也是 大概率也要去考验前提 我们再来看看平均股价 也反正就一直缩量震荡 这种走势 就你说这是一个见底的走势吗 似乎好像不是是不是 怎么说 我们本身的一个预判 是认为这一轮 五月份开始的调整 是针对春节前上来这一波的 大二浪的一个调整 所以说如果目前来讲 还不能证伪这样的一个预测 就只要不心低就不证伪 只要不心低就不能证伪 我们把它目前来讲 按照这样的一个预测看的话 其实它整个的时间和空间 都已经非常的够 再加上在这个地方 其实MACD是反复的背离了 不知道多少 反正我真是不知道多少次 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是说 这个地方越往右边走 其实留给空头的时间 就越来越少 那在这里 所以说怎么说呢 就是感觉上应该 可能大概率是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底部 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 不出现这根突破 趋势线的阳线 就别动手 这里你可以动手 小小的动手 但是要大大的动手的话 我觉得即使盘周 只要盘周 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突破 这个趋势线 我觉得就可以动手了 是 一个网友说 双创虽然不断有低点 但是已经走平了 其实如果说是收敛的话 就是你收敛到后面 对吧 我记得那是2002还是03 还是什么 收敛到最后的 选择一个突破 那就是一个信号了 是吧 就是你期待的那个信号 好 来 唯有信说 双创版 这个短期会 接下来如何运行 我觉得还是跟市场风格的 这种潜在的转化有关系 因为如果后面我们这个 政策层面有一些大的 这种利好出来的话 不管你是降息也好 或者是中央加杠杆 查证发力也好 那市场的风格 肯定会转向一些 顺周期的行业 比如说像地产呀 甚至一些有色啊 是吧 那双创这块 科技这块 它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影响 而且的话 今天本身也是一个 收量交易的话 那可能资金 跑到其他地方去了 双创自然会流出 另外的话双创里面 今天跌的都是一些 机构重仓的一些品种 所以可能还是跟机构的 出清有关系 而且的话像今天逆变器啊 包括一些电池啊 这些下跌 也有一些这种 消息面的一些因素 但我觉得这种东西 应该不是特别持续 双创更多的话 可能就是在这种 存量之间腾挪的情况下 存量之间去搞了银行股 搞了一些其他周期股以后 它就之间自然的一个流出 并不代表着 它在这个位置 后面还会有一个 不停的探底的过程 但是倾向于接下来的风格 是以顺周期主导吗 顺周期对 那双创就是成长这个风格 可能不会主导市场是吗 对 除非到时候流动性 在那个全部翻量 然后再起来 好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 这个节日 因为长假还有五个交易日 刚才连连说了 那会不会有一些红包行情 你觉得有没有 没有 刚才说过 就是说你从 就是近五年吧 从19年20年 整个市场应该还是 还算一个上行趋势 你看一下 基本上是没什么行情的 就是一个 就是数量震荡 就是说最后一周 都数量震荡 后面就十月份再看 然后你看像 二一年 二二年 二三年 其实市场已经 见到一个高点 然后出了一个下降趋势 基本上也没什么行情 所以我觉得从 从节日效应上来看的话 我觉得 就的确就是说 在节前最后一周的话 的确的 很难激起大家 去做多的欲望 当然就是今年是比较特殊 我觉得就是在现阶段 我觉得大家可能还会 对整个政策 有一些新的期待 我觉得有可能会比过去 稍微好一点 但是我觉得整体来看的话 我觉得就是这边 大涨的概率不是很大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位置的话 可能更多还是一个 左侧 就是说左侧等待的 一个节奏 而不是说 立刻会大涨的 这样一个情况 我觉得大家现在 对于政策的预期 我觉得又开始 有点强烈了 是吧 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有强烈 是有期待的 因为本身 首先对于整个今年 经济目标的这种表述 我觉得还是在的 就是要尽力完成 这个全年的一个 经济增长的目标 然后我们看到 像消费一直是很弱 然后再只剩下一个季度了 只剩下一个季度 我觉得一定是会发力的 所以这边的话 其实就是等待 整个政策发力 所以我觉得这边 一旦预期扭转之后 我觉得无论是顺周期也好 还是说像科技成长也好 我觉得都会涨 因为到时候 一定是市场 整体估值的一个抬升 所以我觉得 所以现在我觉得 没必要区分 说你是成长 还是说我是顺周期 我觉得都没关系 更主要的是 关注整个市场 预期是不是 真正有改变 市场能不能有一个 系统性的一个行情 就是当预期 真正改变了之后 其实会迎来一个 全市场的修复 对 估值的系统抬升 然后扑涨完之后 再去区分一下 哪一个品种 哪个行业板块 是更有持续性的 那时候我们再讨论 未来哪些品种 可能更强会更好一点 好 向前也简单补充一下吧 因为如果说到 节后有行情 一般节前 总归最后的 一个交易日吧 是吧 总归有一些异动 那你觉得会有一个 小红包行情吗 我觉得这个地方 这两天的图情吧 是有一点这样的 一个意思在 但是还是这句话吧 这张图已经用了 一两个月了 我希望我下次来的时候 可以不要再用这张图了 就是这个下压线 不能有效突破是吧 对 就是这根线 希望下次来的时候 已经能够站在上面了 但是说你说 你听我 到底节前能不能站上去 这个来讲 我觉得我们也不要去判断了 反正只要站上去 大家就动手 站不上去 大家就继续熬 好 稍后回来说说操作 我们看到网友的观点 网友说上面都是压力 只有向下打出了空间 才能到底 就是你说压力呢 如果从筹码的角度的话 其实可能2800点 2900点之上的 这个压力可能更大一点 这一段2800多点 就是2850点往下 这一段其实确实压力不是很大 但是就是得有人来 然后他是说上面之前看不到空间 那只能向下 向下打出空间 再往下 那其实就是2635了 对吧 现在我们是2748 100点的空间 那操作的话 稍后回来我们来讨论一下吧 看看有什么样的品种可以做 其实热点还是挺多的 你想性创今天继续发酵 然后智能驾驶盘中 是出现全线的拉升 银行就是高股息这边 也有比较明显的修复 当然前期活跃的一些光伏 拧变器 今天出现了大跌 还有就是大安全这个方向 网络信息安全这个方向 软件反正包含在大信创里面的 今天也很强势 一会儿回来听听三位嘉宾的分析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有看头加油时刻 我们请出的是张宁 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 张宁你好 好的 李婷 欢迎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 市场大盘出现了低位四连扬的走势 而不少的核心品种 包括小盘的题材龙头 却成为了本轮反弹的先锋军 在目前题材龙头不断刷新 市场新高标的背景之下 又有哪些方向成为了资金向下低位 去挖掘的核心的下一个起涨的方向呢 一起来看今天的第一章题版 在指数不断分化的背景之下 低位启动的性创概念却悄然爆发 行业龙头跌创新高的同时呢 明显行情开始出现了扩散 带动大批公司开始出现上涨 已经成为本轮反弹以来 当之无愧的核心的中军了 而仔细观察不但发现 信创概念当中走势更强的 是同时具备信创 叠加华为鸿蒙双概念的龙头品种 比如说长山北明 以八天五板的强势走势 成为油资报团的人气龙头之一 核心驱动力就是 它同时具备信创概念和华为鸿蒙概念 公司不仅具备国家信息安全服务的 一级资质 还是鸿蒙系统ICT集成服务的 核心供应商 同时受到双方资金的关注之下 形成了做多的合力 迅速连板上行 而四天四板的国华网安 同样具备信创 叠加华为鸿蒙的双概念 公司的核心产品 正式接入了鸿蒙系统 同时呢 也是国内专业的 网络安全服务供应商 反它第一天迅速受到了资金的追捧 最近三天都是一字板涨停的 而资金在今天早盘发掘到的 法本信息 今天是首封20厘米涨停 作为鸿蒙原生态应用开发的 龙头之一 以及国内金融性创领域的 重要服务商 它低位启动以来 是出现了一个趋势上显的走势 说明目前仍然有资金 正在持续地去挖掘 低位符合双体赛概念的核心公司 而目前的思路 恰恰不是去追高 而是去挖掘 低位资金明显吸筹的 双概念龙头 今天我们就为大家精心梳理到一份 信创概念第一家 华为鸿蒙概念 资金吸筹的 中小盘市值低位的公司名单 领取方式非常简单 直接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就可以免费的领取到手了 那么再来从市场策略 以及资金的维度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信创概念相关的机会 来看下一张题板 那当中呢 本轮反弹以来 我们看到 低位顺周期的品种和科技题材 都是在轮动上涨的 市场主线看似散乱 似乎没有明显的抓手 然而信创不概念 却已经连续上涨了三天 龙头品种是跌创新高 具备显著的持续性和发散性 而从趋势的角度 短期呢 这个概念构筑了负荷底的结构 以低位的三连扬突破了下行切线 而资金始终在低位逆势买入 终于在今天实现了有效的突破 说明资金做多的意愿和决心 是非常坚定的 目前呢 概念的龙头品种 还在连板上行的背景之下 资金仍然在非常急切地去挖掘 低位补涨的方向 而这正是我们值得重点出击的 重要的相关品种选择 因此我们今天就从这个维度来出发 为大家梳理到了一份信创概念 叠加相关的鸿蒙概念当中的龙头品种 目前正在受到资金抢筹 以及股价仍处在低位的公司 您可以直接扫码 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这份名单了 那么再来关注一下 下一个有希望成为长山北明的品种 来看下一张铁板 那么这家案例公司 同时具备信创加华为概念的 双概念共振 资金净买入达到了9877万元 那么这当中 股价出现了低位40N 向上突破趋势线的走势 而目前股价仍处在 绝对的阶段低位附近 作为金融信创领域的 优主供应商和华为鸿蒙的 生态应用开发龙头之一 非常有希望成为下一个市场中的人气龙头 走出了低位上行的趋势 目前仍处低位 是它最值得关注的绝佳的时机 您不妨现在就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就可以免费的领取到这份 鸿蒙概念的一家 信创概念的双主线龙头公司名单了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 有看到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了 爱学习的股民 股票学习机来了 专业陪伴高校学 智能AI精准学 九维课程体系学 九方志投股票学习机 午餐肉好吃又快节 因为能长期保存 就被认为是不健康 事实上对比日常的尖 烤 炸 炒 经过高温杀菌的午餐肉 并不会损失更多的营养物质 蛋白质 脂肪 多数维生素 微量元素 都被大部分保留 罐头强大的命中性 保障健康无菌 避免肉质氧化 食安小提示 科学认知 理性选择 老凤翔藏宝金 提醒您精彩继续 岁月不外风华 经典历久迷心 老凤翔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好 欢迎回来 接着咱们来看一下热点板块 先来看一下行业板块方面的涨幅情况 今天排在第一位的是股份制银行 1.86%的涨幅 随后有贵金属 钢铁 城商行 煤炭开采 整体你看下来就是 如果看行业板块的话 涨幅居前的是一些大的品种 因为今天你看大市值的指数就更好一些 但是从题材的角度 现在还是很强的 比如说大新创的 跟鸿门有关的长山北明 今天是继续涨停 然后像跟国改有关的 保鞭电器 今天还是继续涨停 然后还有一项之前 双城药业也是 就是收购的 今天直接还是顶一字 已经是 这个差不多八个板了 所以接下来题材这儿 应该还是有很多机会 国华网安 就是网络信息安全的 今天是四个板 所以还是有很多 怎么讲就是主题性的机会 但是你得反应快 比如像今天的智能驾驶 对吧盘中的消息 那我们来看看 唯有信先来跟我们说说 信创这个方向 因为信创我们说 它包含的很多 华为鸿蒙也算在里边了 网络信息安全也算了 那哪些还有机会 大家能关注的 好 信创这块 最近的催化因素比较多 包括像上周 那个黎巴嫩的BPG 这个事情的话 也会导致大家 格外的重视 这个所谓的这个 网络的安全和自主可控 先涨了一波 然后在这么说 有一些消息面 比如说像这个信创 可能会有一批2600亿的 这个资金率先落实到位 那先大家在等这个 资金的落实 等了很长时间 那现在终于 听到这个楼梯响了 然后再加上 华为鸿蒙这个概念 所以的话 它会刺激到整个 信创相关的各个方面 那成为目前来说 市场刺激的 因素最多的一个板块 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 可能都是一个 提前概念炒作的居多 那在节前 这种后面 可能成交会萎缩的情况下 那么涨幅如果比较多的话 我觉得可能大家 还是要小心一点 因为从之前 这种提前概念的走势来看的话 那么可能在数量的时候 容易产生补跌 另外的话 我们说这种 真正能落实到业绩 或者落实到 这个我们说的这个 真正什么时候能落地 之前已经等了很长时间 这是可能还得不知道 还是像刚才我们说的 讨论大判一样 等一个真正的 这个政策面的 这种资金出来 才可以 所以短期 我对于新创这块 还是建议大家 把它当成一种 题材和概念来炒作 对 它现在就是一个主题 就是一个题材概念 夏天觉得呢 大家还能参与吗 我觉得新创这一块 特别是国产的 这个硬件加系统这一块 我觉得 我觉得不只是一个 概念的一个问题 因为到2027年 其实对于政企 是有一个 采购比例的要求的 而且这个比例是比较高的 再加上到了四季度的话 又到了政企对国产新创的 一个采购的高峰的 一个是这个时间点 所以这订单来讲 应该是比较多的 所以我觉得 这一块吧 可能是性是软件 就像芯片一样 这个是在软件层面的 我们的一个国产的 这样的一个非常 非常大的一个机会 而且这个机会 我觉得因为到27年 那个目标是一定要完成的 现在来讲 其实还是还是还是 还是还是 还是有很大的一个空间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 比较长时间是可以去看的 一个东西 特别是最近在硬件 不太强的情况之下 软件能够走出来 我觉得可能能够吸引 更多的一个 增长资金去贯注这一块 林立有研究 像性创这个方向吗 我觉得性创的话 就是 因为它并不是一个新东西 每年来一次 所以其实你看 炒来炒去 就这些股票 就是像包括上 长城北云 其实它也炒过好几波 脱为信息 炒过好几波 就是你 首先我还是觉得 就是性创这边 还是一个偏题材的 就现在其实你看 从目前整个市场来看 就是你打开成交料排行榜 对吧 你基本上是找不到 这种行业题材的这种品种 基本上都是题材炒作 那性创基本上也是 然后你 如果你打开空间 你看今年以来 就是说 长得比较好的一些各国 包括像什么 深圳华强啊 包括像大众交通啊 包括像现在保鞭电器 都是历史上 让大家都不认识的突然一天 哇就长得很猛很猛很猛 但是你看性创这边 其实都是没有幸福 都是老骨牌 都是老面孔 所以我觉得里面筹码的这种结构 其实是相对是比较复杂的 包括我们看到去年炒A 就是性创所处在的这种TMT行业 都是经历过一波爆炒 所以你说像这种里面筹码 其实相对不是那么干净的这种品种 我觉得想要打开空间 我觉得难度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觉得在当前为止 尤其是性创这边 就是已经有一定热度的背景下的话 我觉得在我上打空间是比较难的 所以我觉得这边的话 可能是需要谨慎一点的 好 那我们来说说盘中啊 就是像智能驾驶在盘中拉升 哪些科技的细分可能会有一些机会 因为有一些个股都是在盘中啊 突然间就是拉到涨停板上 但智能驾驶这个方向呢 反正也是来回炒了好几次 前面是炒FSD 今天呢是消息的催化 然后像有一些个股啊 也是直接打到涨停板上的 那夏天这块怎么看智能驾驶 我觉得这个来讲 其实我都觉得这个更偏向于概念 这个像概念 因为因为刚刚我们讲新创 其实背后是有一些 这个订单的一个支持 大家是可以去看得到的 但是智能驾驶 虽然说现在是概念是很火热 但是你说目前我觉得连政策法规 都还没有完全的能够确定下来 你说它能够真的落实下来多少 我觉得炒是可以 就当一个概念来炒 然后也就炒一炒就行了 我对它暂时来讲 可能没有太大的一个信仰 好 美欧欣怎么看智能驾驶 智能驾驶主要是因为 10月10号 特斯拉那个 Robotex要这个全线推出吧 好像说是L4级别的 那那个马斯克对他也寄予厚望 说是特斯拉这个公司 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转折点 所以的话它传导到了国内的这些相关的板块 但是10月10号 就是距离国庆节也很近 那么距离给大家发酵的时间也不是特别多 那这周只有一周 下周国庆以后可能就那么一两天 所以时间不够 很难成为一个大级别的一个主线 那又会可能变成像之前的这种炒消费电子 炒新产品发布一样 后面一旦消息落地以后 可能就要看后面的业绩 那个时候可能资金就不太愿意去跟了 所以就是一个短线的这个炒作吧 好 接着我们来说说银行股 今天你看行业板块涨幅第一的是股份制银行 那银行股出现了一个全线的反弹 是不是还有进一步的这个反弹的空间 是不是刚好也是可以去参与了 零零怎么看 我觉得银行股的话就是说 它可以作为整个指数的稳定器 但是我觉得它你说参与银行股 想要获得特别大的超额收益 我觉得来说也是比较大的 毕竟像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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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国有行其实已经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了 我觉得现在就是说在市场相对 就是说封片不是特别高的时候 就银行可能是一个比较 相对比较好的一个避嫌的一个情况 但是如果说你是就是说 就是说期待未来有行情 或者说未来有可能赚超额收益 我觉得银行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所以我觉得银行在这个位置 因为经历了比较明显的调整 我觉得这边可能会有一个就是说修复 但是我觉得空间不是很大 我觉得未来市场一定是 就是说真的起来的话 一定是会去就是长得比较好的 一定是一些风篇比较高的一些 一些行业板块 而不是说银行这种低风篇的一些品种 所以我觉得银行这边可能 并不是一个短期特别好的 一个进攻方向的选择 那如果大家是冲着高股息去的 你觉得就配置的角度去 你觉得现在银行或高股息的品种 是好机会吗 就现在 现在的话我觉得 单纯如果你要从高股息的角度 来去的话 你还不如去港股 因为其实你看 现在银行涨到这个位置 其实它股息率并没有那么高 但是你看港股的话 你像那些 就是你要花五个点六个点七个点 其实很多很多 所以这也是近期港股 就是比A股强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当然也有流动性改善的一个原因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单单是从 就是说股息率的角度去看的话 你去买港股我觉得会更好 所以我觉得无论从什么样的一个角度 去看银行股的话 我觉得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进攻的选择 但它如果说在弱势行情 弱势行情下 它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防守的一个配置选择 好 夏天怎么看银行股是机会吗 接下来 我觉得银行股为了你 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机会 但是也没有很大的一个风险 因为最近它其实跌了15%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区间吧 我觉得到了那个之前高点附近 可能是我觉得对于股息率来讲 是属于一个其实不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但是它跌了15%下来 等于它的这个股息率 其实又涨了接近20%的这样的一个股息率 可能又是一个大家 如果追求股息率是可以接受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所以我觉得未来可能来讲它的股价就是这样的一个 在这样一个区间之内的一个来回的一个折换跑 那往上想突破那个天花板比较难 但是你真的说它往下跌 它真的往下跌 它的股息率性价比又出来了 所以说再跌下去 我觉得可能还会有资金去买 所以呢 我判断它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往返 这样的一个区间的一个震荡 好 韦友欣也说说 也顺便带着权重一起说一说 就这个方向 比如说银行也好 地产也好 权重也好 接下来是不是会有一些持续性的机会 我觉得银行包括今天三桶油 可能更多的是这种 前期的这种高股息股 跌得比较多以后的一个超跌反弹 然后资金的话 一些就是有 就是在节前不想去做一些博弈的 在里面先避避险 你要说后面再往上涨多 或者是要向这个前期的高点发起冲锋 还是比较难的 而且我们看到今天银行股涨的 它是一些小银行 什么南京银行 宁波银行 那么它是避重就勤 那么之前高股息的那些四大行 今天涨幅并不是特别大 所以的话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一种 资金的一种避险行为 另外的话像一些权重股的话 我觉得可能跟银行股差不多 特别是一些高股息的方向跟银行股差不多 我们可能要关注的是一些周期股的一个方向 刚才我们说的像地产 包括券商 包括就是我们说的是工业金属 那么它会真正授予于后面这种所谓的 这个降息的这种利好 和我们国内一些政策方向 地产政策的一些放开 所以这些可能顺周期的方向是资金更运用博弈的一些方向 好 那你是觉得像地产这个方向 大家可以去适当博弈一下政策 对 那是在比如说现在就可以 因为今天其实地产也有动 最后应该是像房地产板块早盘低开了之后有拉起来 然后像中交地产 今天应该最后是涨 应该是涨停的 那你觉得这个位置上大家博弈地产 是不是要等回调 还是说随时 我觉得这个位置是可以的 虽然说我们看在节前已经连续 在上周已经连续涨了三天 但是每一天都在强烈地洗盘 就是说每一天都是大量的一个换手 而且连续三天 个股的涨幅其实并不是特别大 甚至连10%都没有 那么短期可以博弈的消息还是有的 你比如说短期对于存贷 存量房贷利率的一个调整 之前传闻可能说大致是要往下调的 但是在调整的这种幅度和节奏上 这个可能还要商榷 另外的话就是关于降息 那么先说周五的时候没有降LPR 但不怕说下个月它会降 那这样的话对地产来说 它都是持续的利好 即使第一个像存量房贷 这个下降的这个已经出来了 我们还可以博弈下一个 所以地产来说它现在就是进入一个 强博弈的一种阶段 那么在这种阶段的话 即使它短期有一个消息对写 你还可以博弈下一个 那么在这个位置的话 我觉得地产确实可以进行一个短 短周期的一个博弈 好 来问问一直看好地产的玲玲 现在已经有人加入到看好地产的 这个队伍当中了 你怎么看地产现在 我觉得地产 我也是比较看好 我觉得始终它是一个比较 就关键的一个点 就是说我一直说 之所以大家就是说 对经济相对比较紧张 主要还是因为地产脱雷 但如果说下定决心 去要去稳增长 或者去实现全景的目标 地产始终是绕不开的一个点 包括我们之前提的 就是刚才魏老师也提到的 就是说未来会想 就是调这个存量房贷利率 包括像降准降息 包括去加快 就是说商品房的收处 我觉得都是我们可以 值得观察的点 所以我觉得地产 首先它位置真的是不高 就是很低 就我们看到很多品种 已经是跌到了 今年五月份 这样一个就是说起涨点 就是在下 包括像万科这种 就是说龙头龙头品种 基本上也就是在五月份低点附近 所以我觉得当前这个位置 的确是一个很低的位置 而且的话就是这一次的 像这波地产的这样一个 就是说进行很强 但是它不是像上一波连续拉涨 它更多的是一个震荡上行 它其实也是就是说上涨过程当中 其实会把一些复仇给洗掉 所以我觉得这次上涨的节奏 要比上一次会更好一点 所以我觉得地产当前 依然是一个比较就是可以不错的一个选择 好 稍后回来听听夏天的观点 也来看看几位从这个操作的角度 给大家来讲讲接下来的一个思路 那接着呢让我们请出的是张志丹 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 张志丹你好 你好 我是张志丹 那今天整理市场来看的话 借钱非常的强势 各路资金还在持续的不断抱团 你抓住机会了吗 那说到其中的一个机会 就是在近半个多月的时间 持续跟大家去分享的 国改和重组的这个方向 大家看到两个龙头 一个是宝便电器 是走出了14天 10版 双城药业 走出了7连版 那整体来看的话呢 国改概念呢 给观看节目 包括领资料的朋友们 带来了更多的一些惊喜和收获 但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一点啊 一个是半个多月了 持续了一个上涨 另外一个很多品种呢 都在历史的阶段高点啊 在这里千万不要去盲目的进行坠涨 很有可能接下来会出现 高位的风化啊 那接下来的核心底部的一些机会 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是我们会发现 底部的华为概念 迎来了涨停潮 那会不会华为是 接下来补涨的机会呢 其实从往年来看啊 大家会发现 往往在9月底到10月份 这个阶段都是在炒华为 比如说去年啊 指数也在连续的出现下跌 那结果呢 华为概念的龙头 一个接着一个 9月炒的是华为手机 华丽创通 10月份当时的华为汽车 圣龙股份啊 再到后面11月份的 华为算力高新发展 都是走出了 3到4倍以上的主升行情 那接下来 在9月底和10月份的时候 是不是也有可能 华为底部的一些机会 再次开始启动 其中大家会发现啊 9月23号呢 根据国内媒体最新的报道 纯雪鸿门系统正式版会 在下月推出 9月24号下午的14点30分 将举办华为秋季 全场景的新品发布会 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去年同样也是 秋季新品发布会之后 随后 圣龙股份在截后 是走出了一波 三倍的行情 那接下来 下一个龙头 到底是谁呢 因此在今天给大家 整理的一份资料是关于 华为钻石级代理商的 核心小盘个股的名单资料 想要领取朋友 抓紧时间 打开手机微信 扫描屏幕下方的 二维码去动 领取这样一份资料 这份资料三个维度 帮大家去做了一个筛选 第一个是最高级的 华为代理商 第二个呢 是油资减仓 第三个是 低价小市值的品种 一并会放在 这一份华为钻石级代理商 核心小票个股的 名单资料当中 想要领取朋友 抓紧时间 打开手机微信 扫描屏幕下方 到二维码去动 领取这样一份资料 那当然了 很多朋友也会 有一些疑问啊 为什么说是 华为的代理商 值得关注成为龙头呢 那今年我们可以看到 华为的龙头 都是和代理商有关系 比如说深圳华强 大会发现 海思的芯片代理商 走出了17天 16版直接是翻了 4倍以上 另外一个 现在的鸿蒙代理商 长山北宁 近期来看的话 也是走出了8天500 底位上涨 到目前也是 走出了一波翻倍 你说代理商重要吗 而且去年啊 同样是高薪发展 是华为算力的代理商 结果呢 是走出了一波 5倍以上的上涨行情 那接下来 下一个代理商的机会 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那说到华为代理商啊 大家可能不知道 为什么往往会出龙头 因为稀缺性太强了 背靠大数好成量 这个华为钻石级的代理商 满足的条件 是非常的苛刻 因此他获得的这个福利 也是非常的丰富 比如说 钻石级的华为代理商 可以获得更多的渠道支持 更低的进货价格 还可以获得 华为公司的定制产品服务 以及优先的参与 华为公司的营销活动 所以大家会发现 全球来看 华为钻石级别代理商 关系的一共只有10家公司 那这10家公司 往往在每年出现行情的时候 都会出现一些龙头主声的机会 因此在今天给大家整理一份资料 是关于华为钻石级代理商 核心的小票个股的名单资料 还不明确的朋友 抓紧时间 打开手机微信 扫描屏幕下 华为钻石级代理商的核心小票个股的名单资料 那说到其中的一些机会 我们展开来跟大家去做一些分享 比如说这家公司 是股价8元附近 总市值50左右的 华为概念小票个股 那9月20号 公司完成了对于华为钻石级总经销代理商 这个金华威的全部股权的收购 那再加上整个5月份的乡体 在近期突然之间放量向上突破 回踩确认之下 跳空十字心 空中加入形态已经形成 随时都有可能会走出一波主身行情 另外一家公司 是华为深层加空盆鸿蒙的核心伙伴 华为发展最大受益者 本身是华为第一家钻石级的经销商 今年2月再度是收购了 华为黄金级的合作伙伴长江计算 所以近期他会发现 股价同样也是在底部放量 向上突破了颈线位之后 正在走加速 那接下来明天是不是还有关注的机会呢 所以他现在大家赶快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奥维码 决动领取这样一份 华为钻石级的代理商 核心的小票个股的名单 那这份名单呢 刚刚也提到过 三个维度已经是帮助大家 做好了精心的挑选 希望能够在明天开放之前 给大家更多的机会参考 好的 我猜肉 好吃又快捷 因为能长期保存 就被认为是不健康 事实上 对比日常的尖 炒 炸 炒 经过高温杀菌的午餐肉 并不会损失更多的营养物质 蛋白质 脂肪 多数维生素 微量元素都被大部分保留 罐头强大的命中性保障健康无菌 避免肉质氧化 食安小提示 科学认知 理性选择 爱学习的股民 股票学习机来了 专专业陪范高校学 智能AI精准学 九维课程体系学 九方志投股票学习机 欢迎回来 立即扫码下载第一赛经有看头APP 领取VIP主力资金指标套装 洞悉资金流向 把握操盘先金 同时有看头APP 还准备了三套投资大咖的系列课程 无论是初学者 还是资深的投资者 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提升自己的方法 现在就下载第一赛经有看头APP 更多惊喜 好里在等着您 好 接着咱们来看一下紫金面的情况 了解一下两融余额 这是截止到上一个交易日的 非常明显的回落 因为周末嘛 一般都是回落 那接着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大家的投票结果 护制震荡上行 收出了四连羊 还能不能继续上工 认为能的三十六 不能的六十四 仓位的情况 我们也来看看 大家投票结果 减仓的比例三十六 这其实还是代表着 大家一种态度 一种情绪 仓位不变 五十加仓十四 好 接着我们来说说 哪些品种 大家还可以去逢低关注的 对吧 是不是有一些 可以中间布局的 夏天有什么思路 这个地方 大前提还是要等那个杨倩出来 我们再考虑去买什么东西 但是呢 其实说实话 我觉得阳天出来之后的第一波的修复 大家都能轮得到 所以在这个地方 如果有钱的话 大阳线出来的话 还是首先首选是加仓原本的一个持仓 等它涨上去之后 我觉得再去考虑 中期是什么东西会成为主线 我觉得会成为主线的 无非有这几种 第一种就是这个 我觉得消费 消费是有可能的 因为整个宏观经济的一个变化的话 我觉得最终是会体现在一个消费上 第二来讲就是在这个信创和这个芯片这一块 在国产的这个硬件和软件这一块 我觉得科技这一块是一个方向 其实无非就是科技消费 另外再加一个券商或者保险 我觉得这几块来讲是既带了指数 也带了市场的情绪 但是初期的话 我觉得先不要考虑什么东西 先上仓位来说 好 就希望能有那根大阳线 好 来美友先来说说操作 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 订阅美友新的课程 就在课程当中会有更详尽的一种 投资的理念 投资的思路的分享 那接下来的操作思路是什么 好 最近的策略 我们主要是针对目前市场 可能就在一个底部区域 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这个大阳线能起来的一种 交易策略 就要主动买套的一个策略 那么首先的话 我们看到这个市场 已经进入一个 这个前续面已经见底 而之前的话 就是基本面也见底 而这段时间交易的是 种流动性的一种危机 或者说错杀 你看像机构 在不停的出清 还有这就是 以前两融啊 包括其他的把一些就是资金面 带杠杆的资金啊 把他这个出清掉 那这样的话也打出一种三周期的一个底部 那在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股票 它的性价比就出来了 但是的话买进去的话 又有时候会有一些底部的震荡 因为现在大家信心还没有完全回来 成就量没有回来 所以的话我们就建议大家 就是如果对于那些特别看好的票 对于那些基本面特别扎实的票 那么你可以就主动去买 然后的话我们查询就是这种主动买套 然后呢怎么去做呢 就是说我们在我们课程里面也跟大家讲过 就是首先要选择那种 就是它的基本面非常扎实呢 具体来说就是可能 明年的适应率大概10倍左右 那么今年可能差一点就差一点了 没关系 但是明年可能在10倍左右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看到 就是它的那个后面有一些这种吹花剂的 而不是说就是传统那些周期股本来就10倍 而是一些就是高弹性的 或者说它那个有吹花剂的 那在明年可能10倍 而现在处于就是长期趴在那个那些品种 那这些品种的话 我们在我们的上期的这个课程里面 也就是给大家梳理了一些 那么看到像上期梳理了 像像美帝集团呢 那么这段时间表现得也还不错 还有些的话 这目前这段时间也是比较坚挺 那么至于后面 如果买进去以后 后面怎么去 就如果短期被套住了 怎么去解救 我们也有一些方法和建议给到大家 那么在我们这个上期的这个课程里面有 所以的话大家可以具体的 就怎么去应用这个策略 在底部去寻找 而不被市场这种寻底阶段 这种长时间的这种磨 把自己的信心和筹码磨对了的话 可以在我们的课程里面去看一下 好 欢迎大家到有看头上 订阅没有新的课程 那接着呢 咱们再来说说其他方向 就是国企改革这个方向 那龙头现在还是比较强势 就是保鞭电器 这个今天还是继续涨停 另外像收购的双城药业 其实也是涨停 所以在这个方向的这个题材 是不是还能够再发酵 林林怎么看 国企改革这个方向 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题材 其实你就是没有办法 从基本面的角度去判断 这个它到底有多高的 涨到哪里 就没有一个就是测算的一个标准 更多的还是看情绪 因为之前我们看到 今年以来的妖股 包括像大众交通 像深圳华 这种增长起来 就连板特别夸张 那现在保鞭电器也很强 你也不能轻易地说 它就见顶了 但是我想说的是 这种品种长起来快 它跌起来很快 包括我们看到像大众交通 这种就是说一旦见顶之后 它回调起来也是非常迅猛的 所以我觉得这永远 只适合一小部分投资者 去做这种高风篇的这种投资 大部分投资者 我觉得还是要去拿一些 我觉得在底部 我觉得向下空间相对比较有限 然后向上可能有弹性的这种品种 可能是我们大部分投资者 应该去做的一个选择 而不是就是说 去做一些风口浪金 特别高弹性的品种 我觉得这可能真的是风险比较大 那至于未来 去做哪些品种的话 我依然是选择地产 我觉得因为市场 就是说我们倒退一下 如果说市场这边起来 一定是大家对于未来 整个中国的这种资产价格 上涨的这种预期 有了一些变化 因为现在很明显就是资产价格在不断下跌 无论是股票 包括像食物资产就是一直在跌 那如果说这种资产不再下跌的预期形成 或者说资产上涨的预期形成的话 我觉得像地产这种一定是有比较好 明显的一个修复的一个空间 因为包括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地产开发商 都是以一个破产定价 因为现在就是包括像房价一直在跌 像很多地产公司 它现在很有很多资产 但是未来有可能会有减值的风险 会不会有资不抵战 但是所以导致现在很多地产公司 是没有办法去定价的 所以以一个破产定价 但是如果说像很多价格稳住了 资产价格稳住了 它其实会有一个相对比较明确的 一个衡量的标准 就可能可以去判断一下 这家公司值多少钱 所以到时候我觉得一些优质的地产公司 一定会有比较强的这种修复的空间 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去看好地产的 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一旦预期扭转过来 它其实空间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位置的话 包括地产也好 包括像一些和经济周期 关联度比较好的一些 顺周期品种的话 虽然它体量大 但是它弹性一点不比小票小 而且它其实更能够上仓位 所以我觉得这种品种 其实是大部分投资者 可以选择的方向 好 维有欣先来给大家说说光辅好了 光辅新能源 尤其是利变气径跌的比较多 这个什么原因 今天利变气的下跌 跟一些消息面有关 特别是澳美的反行销的一些 货易摩擦有关系 那导致就是以出口欧洲为主的这些利变气 整体的跌幅是比较大 但是出口美国的那边的话还可以 对于利变气这个行业的话 我们认为这次如果跌下来 止跌以后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品种 首先的话就是说出卡的方向 它是有极具的这种趋势性和优势的 我们的利变气 其实在它贸易摩擦这种背景下 我们依然具有非常大的一个吸引力 包括像在中东也好 在欧洲也好 在美国也好 那么不是说他们那边就是能够做得出来的 第二的话就是我们认为出海 它是一个大势所趣 那么后面不管 这个后面就就是这个海外的这种政治形式怎么样 我们出海这块大的趋势 从日本当年的一种这个周期来看的话 它是刚才刚开始 第三的话利变气它的 估值还是很便宜的 你看这核心的标的 不管是阳光也好 还是河迈也好 还是顾德威也好 都在十几倍左右 而且相对来说 欧洲可能会在十月份 会有一个相当于利变气的一个补贴的一个法案 而且的话它的那个库存也在 持续的这个去库存的过程中 也接近一个底部 所以这一轮跌下来的话 我们认为那边去 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中线的一个机会 好 最后来说说明天的思路 夏天 明天短线的教育思路是什么 我觉得 还是等 对 我觉得就是希望这张图 今天是最后一次有 下次的时候能够不要用 就是你是指 比如说如果你现在持有手上筹码的 就不要再轻易的割肉减销泥场了 就等待着看看是不是有一些新的变量 等待着什么时候能够出阳线 什么时候去加强 但是你刚刚也说到 你看好的几个方向 是不是大家要调仓吗 现在还是说也别调了 别调了 还是第一选择 还是一起参与到这波普返当中 那先把自己的 你说的好像是已经有了这波普返 就是这个阳线迟早是会出来的 我觉得因为大家想 现在我们讲的问题就是 什么时候能够仓吗 因为真的再往下 你补仓的成本其实是更加低的 所以我觉得你其实还是应该等这根阳线出来 突破这根趋势线去摊低你的成本 然后上去之后 可能你再怎么去减仓 怎么样去摊高成本 但都是后面再说的一个事情 好 来 林林说说什么思路现在 你也是等 其实我是更倾向于其极极加仓的 因为往往就是底部的时候 蒸起来以后 它其实你是来不及追的 就是一根阳线出来之后 第二天高举高塔 其实你真的是来不及追 而且就是一旦你追了以后 就是说 有行情你都来得及 最怕的就是就一根阳线 你确实是来不及 是吧 那我们肯定还是一个积极的心态 去看待未来整个市场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在当前为止 我觉得的确是没有必要过分的 甚至可以更加积极 主动的去加一些仓位 然后等待市场的 就你说有利空吗 好像现在也没有什么更大的利空了 是不是有这个意思 比如说房地产这个方向吧 这个板块 房地产就是 大家担心一直房价一直跌 然后很多地产公司 都会自不理解会破产 包括现在经济的 如何以科技创新培育发展 新制生成力 强化一些非共识的前沿布局 形成自由探索的创新土壤 让重大的创新成果 在开放宽容的环境当中 能够源源不断地生长出来 全球性挑战不断的当下 构建开放性环境 推动国际科创合作 有怎样的紧迫性 Dumu Nanjai 多于永远 我们需要国际专业 专业专业专业务 如果我们要解决我们的重要问题 在本周末的第一财经 中国经济论坛里 中国科学院院士和英国皇家学会副会长 将共化 共享创新 共速未来 构建科技创新的开放环境 明镜专业